你怎么这么厉害 居然遇到餐厅周上的人气日料 还不是为了你这个吃货 好姐妹 那吃货表着还要再加点寿司 手握寿司三分靠味道 七分靠手势 捏得时间手温和手法都要恰到好处 才能既不坏口感 又不会松散 一整个寿司入口 时间最先接触到的 便是这香甜饱满紧致的米饭 出场还是清淡的醋米香 随着咀嚼的增加 大海的气息开始扩散开来 细细品味20个回合 海洋与陆地的美味开始冲击你的味蕾 完美地交融在一起 咽下这一口海陆伴侣 嗯 轻快又舒畅 看似简单的料理 处处有着匠人精神的讲究 我今天选的酒 也是我们中国匠人的手艺呢 长河翡翠马瑟兰甘红葡萄酒 一款好酒 从葡萄种植到酿造 是一系列严格的甄选制作过程 马瑟兰山楂 樱桃 蓝莓的优雅香气 带出寿司余生之鲜 所以两者搭配才能如此契合 日本料理配中国产居葡萄酒 来一瓶长河翡翠马瑟兰甘红葡萄酒 优雅的口感和富裕的水果香气 搭配鲜美的寿司 层次分离 与韵悠长 Just like you and me 吃点好的 喝点好的 很有必要哦